好 當然不管是Chromebook 還是NB都要用到CPU 都要用到晶片 都要用到我們台積電 我們來看看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又要繼續大擴張 據說這一波 爭才爭到8000人不得了 大爭才史上最大規模 為什麼呢 因為接到了好多訂單 包括Intel也下單 而且還提前下單 5奈米現在都還沒有量產 Intel說沒關係 我先下單 我先卡位 先贏先贏了 另外他幫蘋果自製晶片 所代工的晶片單 第四季也要開始量產了 所以外資說繼續往上看 看到目標價500塊 台積電到底有多會賺錢 好會賺 今天甚至有媒體說 如果你在台積電的廠房 地上看到1000塊的話 我現在告訴你 台積電老闆不會撿的 當然工程師會撿 1000塊掉到地上 也不想撿的 是什麼公司 台積電 台積電每天狂賺 6.5戶地暴 楓總 對 台積電最新公布出來 8月營收到達了1228.78億 創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是的 因為9月14號 那個華為經理 大家都趕著要來追 台積電的一個產能 那剛剛除了這樣之外 台積電後面還有的忙 剛剛這個阿冠有提到 像蘋果對不對 蘋果第四季要推出這個 MacBook跟iPad 這個A14X對不對 那也要追著台積電的 這個5奈米的產能 除此之外 Intel本來這個地方 就是Intel自己本來做晶片 它這個5奈米做不好對不對 現在它已經開始要tap out tap out什麼意思 它說它設計這個CPU 已經提前要設計完畢了 準備要交給台積電 來做一個試 試著量產的動作 正式要在2022年 提前上半年就要開始 來做大量量產 在2022年之前還有 譬如說之前的AMD 之前的NVIDIA 還有我們的聯發科 甚至於連高通 大家都追著台積電的 7奈米 5奈米追著跑 所以說從現在開始一路 到第四季到明年 其實一路都是在追產能 方總 現在全世界能夠量產 而且出5奈米獲得 是不是只有台積電 對 因為三星兩遠差 三星現在有問題嗎 對 三星兩遠差 它甚至還放大話說 它要直接跳過 要追3奈米對不對 這個是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蘋果的資質晶片 還是Intel 都提前要下單了 對 而且你看 這個台積電 這麼忙的情況之下 它創的地址 你看 剛剛斐軍也有聽到說 這個獲利對不對 它現在一天平均 一天就可以賺13億 一天賺13億是什麼概念 一秒鐘是賺1萬5 有人開玩笑說 台積電是一個人的話 它這個地方 它一天賺6.5億個地保 6.5戶 對 1.5戶 一秒鐘賺1萬5 代表什麼意思 我1000塊掉到地上 我彎下腰去減要4秒鐘 我得浪費6 我就浪費6萬塊了 我彎下腰去減到1000塊 如果4秒鐘的話 等於是台積電人家努力做事 可以賺6萬 我去減了1000塊幹嘛 其實是形容 台積電真的好會賺 分秒都在賺錢 是 而且台積電現在要 除了客戶在追著它搶停單 台積電也在搶什麼 搶地 搶人 搶什麼 搶綠電 台積電大家記不記得 在8月份的時候做了一個動作 連續只有一個月之內 連續買了三個廠 買了利特 買了易通 買了這個所謂的一個漢語彩晶 連續買了三個廠 就一個月 八月份 五月份 他還是先行買了其他的廠 你看 他買了那麼多廠 就是來做預備 而且他最近做一個大幅度 增財的動作 要增多少人 增8000個人 大家知道嗎 台積電的人員工 現在總數大概是5萬人 8000人大概就 在台積電的時候 16% 那8000人就是8000人家庭 8000人家庭要買房子 據說台南就漲了 對 最近南科 你看 在南科這個外圍 你看 像譬如說在南科 譬如說散化的透天數 在南科附近對不對 以前那個透天數 透天數大概600萬左右 現在1000萬買不到了 而且在南科附近 一個九份子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新的重劃區 這個房仲說 三年漲了25% 現在台灣哪有什麼房地產 最近三年可以漲25%的 就是因為你看 因為台積電這些平均員工 這些平均員工 年薪大概平均200萬起票 那有這麼多人湧進 這個所謂的南科這個區域 造就多少這個所謂投資機會 而且還有未來台積電 還在持續擴增之動 而且據說呢 之前武漢紅星挖角了不少 對 年薪是給700萬 是 那年薪700萬 當然工程師會心動嘛 就想去武漢紅星上班 但是因為碰到疫情不能去 武漢紅星還特別在我們新竹 租了一個廠房 讓這些要跳槽的員工 先在新竹工作 好了 現在武漢紅星要倒了 沒辦法去了 怎麼辦呢 繼續留在台積電吧 而且他出了一個大招 他說台積電說你出去再回來 有誠信問題 就不方便讓你們回來 出去之後 對 我就不要了 將來你別想回來 而且還說道理 今天武漢紅星 財務出發狂 中興 美國在打 你將來會怎麼樣也不知道 所以說在這地方 很多工程師就留下來 那個所以跳槽危機 就稍微悔化起來了 所以蔣爸要回來不要了 梁夢森要回來不要了 張汝基要回來不要了 這些出去的人要回來都不要了 我們回來看 剛剛也談到台積電的擴廠效應 一方面房地產漲了 另外一方面 綠電現在大家搶翻了 對 大家有沒有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說 我們說我們小英政府是第二任 那為什麼之前 風電跟綠電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前四年有沒有大漲 沒有大漲 沒有啊 風電跟綠電什麼時候漲 各位有去思考 難道是因為政府真的第二任宣佈要支援 不是 這個從7月20 從台積電買 陸續開始漲 7月8號那一天 陸續說 這個台積電說要簽20年的約 7月風電開始 等於說大漲 那個時候 那個太陽能還沒有漲 結果大家認為說 台積電你買的是什麼 是陸續的這個風力發電 你等於說支持風力發電 結果7月底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什麼 我已經正式成為 RE100的成員 我要進到這個所謂的一個 環保綠色能源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義務 那這個就知道我要 2050年之前 我要全部採買這個所謂的一個綠電 雖然說2050年還有一段時間 哇 不得了 8月開始 太陽能開始強力放送 強力發光 我們說風光 一個是風 一個是光 就很風 這兩個最近風光 甚至於到達8月底到最近有沒有 兩個是一起漲 以前不是翹翹板嗎 最近是兩個一起漲 可是漲多的個股 就像蔡總剛剛有講到一句話 我很認同 就是說現在要買什麼 現在去找那個還沒有大漲的 你大漲有時候會被人家放冷箭 或會被對坐 或是人家低擋怎樣 獲利要做了結 我舉個例子 今天大家有一個趨勢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出來 你看今天我列出來 因為風力發電已經漲太多了 而且都已經偏向越來越高價 我先略過 你看這個太陽能 這是太陽能的五虎將 國塑 達能 元晶 聯合再生 茂底 大家有沒有看出 有什麼味道出來 我告訴各位 今天國塑是漲停板的 今天達能是漲停板 可是你看這三個做電池的漲碟互漲 可是元晶還是漲很多 漲9% 茂底這個每天大漲大跌 現狀要強 他每天都在跟他對咬 跟國塑兩個在對咬 他跟國塑在對咬 這個市場上有兩個族群在對咬 那我要跟各位講 國塑跟達能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看它的內涵 它們是什麼 醬料 細晶 多晶系的材料 你看其他都是什麼電池 好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今天你看 這個上游的跟醬料 跟這個多晶系 兩個你看 不約而同都漲停板 我今天賀然發現說 今天上游展 製造這個所謂的 這個太陽能上游多晶系 有一個必要用到的材料 叫做盤雅 而且它的母公司今天很奇怪 今天中間 老婆可以的話 給大家看一個中間的那個 中間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突然間盤中的時候 旱地拔充 中間規合 1718的中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1718 1718的中間這間的股價 今天連中間的股價 它也上漲一下 你看到K線 這是你餘的嗎 沒有啦 這個我們說集團 集團座帳 而且我看的不是這一檔 因為它還沒有賺錢 你看這個集團座帳上 那中間旗下的 我們回到剛剛那張表 那張表的盤雅 這是它的同集團公司 對 中間的母公司 4707 中間的最大股東就是盤雅 因為他們交叉持股 持有20% 中間為什麼會漲 聽說它有一塊雲林賣出去了 可能可以獲利1.67元 對 可以什麼EPS 可以業外貢獻 1718 對 可以貢獻1.67元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一個沒有賺錢的公司 它賺一台都有業外貢獻 那它的大股東又有賺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盤雅好不好 4707 4707 盤雅是它的母公司 是它的大股東 對 中間是集團的 等於說龍頭老大 龍頭老大 對 那你看盤雅在這個地方 你看它這個地方打出一個 你看它 你知道之前為什麼漲這一段嗎 這一段為什麼會上漲 那時候疫情來的時候 不是說它要清潔嘛對不對 中間是兩岸三地 最大的什麼 非離子介面的活性機 它用在民生工業跟電子 今天它的最關鍵是什麼 太陽那樣的切膠液 還有什麼 包括了矽晶岩 在製造過程中 主要注意到切膠液 跟面板洗滌液 還有中國大陸有個大商機 中國大陸現在水患已經到了尾聲了 那中國大陸水患到了尾聲的時候 水泥尋求 中國大陸水泥 最近一直在上漲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說在施封的時候 不是施封水泥是叫浴瓣 是混凝土 混凝土是把水泥還有幾個 譬如說像這個灰石膏 籃作繪 籃作繪 還有還要加一個東西 添加劑就是脫水劑 秋冬快來的時候 要它快速凝固 而且要結構穩固 這個也是當時12.5的時候 13.5的時候 盤雅會在中國的廠商 貢獻很大的一塊 好 我們拉回來看那個產業圖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說 這個太陽的切膠液 這個所謂的切膠液很重要 它今天它是有賺錢的 它上半年賺0.33元 然後你看它形態上面 打出一個很漂亮的形態之外 來 我們看看 剛剛那張比較表 你看看 第一張的比較表 你看看太陽的這些股票 第一張的這個所謂的一個比較 對 你看 都是沒有賺錢 什麼賠0.9 賠2塊多的 都是賠賠賠賠 它是有賺錢 而且淨值很奇怪 都是不到票面10塊的淨值 可是這個 盤雅它本身是14.69 又是最關鍵的這兩個 等於說最關鍵的這個上游 在製造過程中所需要的必要耗材 所以說我認為說 如果說今天就是說 這個族群整個都 我們說在隨著政府政策 還有網上的機會情況之下 輪動 這個是應該很好的機會 來 股民今天有什麼問題要問 好啦 來給各位看一下我的台股 目前列上檯面的就一支叫做大羽茲 那大羽茲是當初為什麼買 我跟你講還不是因為遊戲 是因為大羽茲我從小 平他們的遊戲 平到我老 所以它有很多IP 就遊戲本身現在 對岸的遊戲版號鎖住了之後 它能出遊戲很少 可是它可以拍仙劍奇蛤傳 它可以拍宣言件 它可以拍網劇 因為網路觀察家果然就買 跟遊戲有關的股票 但是我跟你講 後來發生了一個問題 我誰知道它的出版總署 後來又限制說 等等這個談戀愛不能談太過火 然後穿越題材不能拍 然後仙暇類的內容最好不要碰 所以原來它超值錢的那些IP 忽然之間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今年年初 因為看到疫情我想說算了 出光光 所以今年年初才會賣掉 但是賺錢賣的嗎 賺錢賣的 那沒關係 那還好對不對 好啦 那看一下美股 美股我有買一些 你還買美股 對 因為我想要知道趨勢 你就要買一些特別的東西 好 我們看一下你買什麼股價 ADMS 這是一個很冷門的 叫Adomas Pharmaceutical 你看到為什麼它這次 你看到是今天的股價 但你實際看一下 我買的時候幾乎是它最低點 2.9塊左右 你可以告訴我們它做什麼的嗎 我跟你講它做的東西其實不重要 重點是它跟Novaric 諾華當時有一個 跟藥有關 有一個專利權的爭議 然後最後Settlement 就是他們雙方直接解決了 朱學恒這檔股票賺了80% 而且之前還有再多賺一點 好 但這不管 再講慘痛的讓大家高興一下 GoPro 療癒一下 我跟你講GoPro我很久以前買 這個是什麼 GoPro就是那個運動攝影機 運動攝影機的一家 現在各攝影師都很愛 郭台銘投資 對 但它後來又撤資了 結果賠了九成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但實際上我大概15塊賣的 今天是截到4塊錢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它兩個創辦人討 就是它兩個創辦人 死也不進無人機市場 所以導致它整個無人機市場 被整盤DJI端走了之後 它就只剩下運動類型的 所以就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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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我還記得中間有說 蘋果想要收購它結果沒有 所以就很慘 賠掉九成 我們來看UA是運動概念 UA是因為我自己穿 我穿他對他們的衣服 你記不記得他那時候 找Steven Curry來做代言 其實做得很好 可是有一個問題 你看他今年是不是疊超多 因為他去年左右 被證監會懷疑他做假帳 所以直接調查結果 就疊得跟狗一樣 你看這個狀況簡直很丟人 從54塊又疊到十幾塊 疊5成3 對 來問專家這是 我們政府基建前操盤人 你幫他看一下 他的股價現在該怎麼辦 我想其實第一個 他第一個投資是很對的 就是那個藥品的東西 但第二個 就是你的所謂的GoPro GoPro 基本上你看他的量能 我們把GoPro跳出來看 你看GoPro是不是在這邊 放一個大量 那Avo是不是一度要買它 沒關係 他賣了 但是有沒有過這個大量 沒有 所以就下來了 你想不想買台股 我跟你講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內心非常掙扎 因為目前在看台股 所有新聞 我從二月看到現在 聞到一個很重的菜味 這個菜味恐怖的地方是在於 你開上高速公路 你發現周邊都沒有老司機 沒有喜拿 沒有這個舒馬赫 都是每一個人車牌後面 都貼著新手上路 請多多禮讓 請問你會不會害怕 會啊 我害怕 因為我害怕的原因是 因為我是一個理性股民 不好意思 就像剛剛我們在討論 我講得頭頭是道 想得千回百轉 但我下手的時候 我最怕不理性的波動 不理性波動是什麼 那你要嘛看K線 你要嘛看這個財報 你看像這一張 那我只問一句 你到底做股票有沒有賺錢 我做股票當然賺錢 但是我今年不敢買 就是當一大群菜兵來的時候 我要跟著韭菜一起買 我怎麼知道他們的決定對不對 來 他在問 我要跟著韭菜一起買嗎 我想基本上 投資有很重要的件事情 就是你要跟著政經一起走 所以你要跟著政治方向 所以你剛聞到一個蔡英文沒錯 你聞到我們蔡總統的味道 我們今天蔡英文是不是 來主導風遍 但會不會是丁允宮的味道 是的 主導太陽人 風凱的意思是 蔡英文要去聞蔡英文的味道 不要去聞韭菜的蔡英文 那韭英文的味道 韭菜跟著蔡英文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蔡英文什麼時候 就跟川普一樣 我們不要再批評國家元首 像川普那時候講說 You are so lucky to have me 結果他科技股第二天就狂跌 那這個到底要跟到什麼時候 我怎麼知道蔡英文的菜位 蔡英文可以跟到什麼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看 政府基金的操盤個股 來一看端倪 這個是最近 政府比較prefait的股票 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友達 友達剛才已經講過了 面板NP很好 所以友達怎麼樣 跟著往上走 他是投信有買 政府其實也有 這個是蔡英文的蔡偉 不是韭菜的蔡偉 接著是核晴控什麼 核晴控是歐洲現在正在 去中國化 他們的網路現在開始在去中國化 所以台灣的 small sale的股票也都在漲 好 所以友達和晴控 中虹台相永章 這個是蔡英文的菜位 好的 這個來 技嘉 預期KY 聯勇 聯勇 等一下我會講 聯勇 翔碩 袁剛 這個是政府最近在賣的 對 但是這裡面我覺得一樣 我上次來講聯電的時候 是不是講說 其實投信在賣 外資在買 其實投信是賣錯的 還記得嗎 一樣 聯勇也有這樣的疑慮 你是給陳燕面子嗎 聯勇也有一樣的疑慮 就是如果你剛剛那個線型 你可以看一下 線型看一下 你看到聯勇的線型 看一下K線 好 我們來看K線 你看 聯勇是不是 已經打了一個很大的平台 所以政府基金可能賣錯 有可能 而且它已經怎樣 這個宗旨已經幾乎快要站上了 快要站上 也許就在一個多禮拜 可是你不用安慰陳燕 聯勇就會上去 好 我們就不會安慰陳燕了 我們回來看剛剛的 政府給買的 我們下禮拜就知道了 好 我們來看買的 買的這裡頭 有哪一檔可以跟嗎 這裡面 這兩檔一定是肯定可以跟 好 來 2409跟3704來看一下 2409的友達 今天開高 走低 收跌1.21% 對 看一下線型 來看線型 可以跟嗎 你看 這下面給我們 你看 它的大量在這裡 政府基金好嗎 看到沒有 當然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 這下面我們如果給關谷券商 確實有買對不對 有沒有 是不是也在默默的布局 所以今天大家在掌NB的時候 它反而刻意的壓低 它不想讓你怎樣 快速的進來跟 但是其實它還在往上吃 還在往上吃 好 第一檔是核琴控 核琴控 對 好 我們也來看一下核琴控 同時也來看關谷券商是不是真的有買核琴控 在今天呢 同樣也出現了黑K棒 好 看到沒有 關谷券商也有買 有沒有 也在買 看到沒有 我剛剛講 因為他們歐洲正在去中國化 所以小售售股票其實最近都很強 但是核琴控又是裡面的領頭羊 它長得最兇 它長得最兇 好 但是我還是要問一下 幫學衡問一下 2409的優達也來一下 雖然說呢 優達有蔡英文的菜位 但是也有韭菜的菜位 我們來看融資 優達的融資應該也蠻高的 因為這檔個股量那麼大 散戶很矮 融資也很多啊 只有韭菜的菜位啊 但是融資也是在最近才開始上來 其實它融資其實應該講還沒有很高 所以還好嗎 我覺得還好 所以這是 封凱聰 政府基金蔡英文的菜位裡頭 幫你找到的個額 你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相信政府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可能就是 很糾結